第九题 弟子学佛后 感觉在称谓上比较乱 列入 我们称呼你为师父 但有人称呼你为大师 导师或佛 又我们应自称是弟子 学生还是墨学 同学之间称师兄弟姐妹是非如伐 这是属于礼仪 现在不讲礼了 怎么称呼都行 可是在从前不信 那就是 一百年前是绝对不虚可的 为什么呢 称呼错了是礼 有涵养的人 笑一笑 没有涵养的时候 他会批评 他会侵蚀 说什么 你从小没有教养 你的父母老人没教你 所以说 从前重视 为什么呢 他是 礼仪之邦 和谐 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 要靠礼 没有礼不行 这个称呼 称师父是俗称 世俗一般 称师父 实际上呢 就是老师 如果真是符合现代社会的 这个习惯 我们称老师最适当 为什么呢 可以把社会对佛教的误会 化解 我们在学校成老师 佛法是教育 老师 学生 私生关系 最恭敬的 对人最恭敬的自称 是称名 别人不能称名 别人称名 对你是不恭敬 自己一定要称名 对别人是恭敬 最恭敬的 那我们称人 不能称人名 更不可以 灵性代名称呼 这个很不好 这是 这是 很不恭敬 那是称字 称号 称字 名 是他从小 父母给他命的 他没有成年 可以称他的名 为什么呢 他是孩子 童子 那什么 十九岁之前 十九岁未成年 二十岁算成年了 成年行冠礼 在从前有礼节的 就戴帽子了 十九岁之前 不戴帽子 二十岁正式戴帽子 礼帽 这叫冠礼 从这一天之后 行冠礼的时候 你的同辈 你的兄弟们 同学们 送一个字 给你 那以后就称字 大家都称你字 不称名 你做官了 在从前 在朝廷做官 皇帝也称你的字 不称名 这对你尊重 如果皇帝称你名呢 那你有罪了 你犯了法 有罪 这大家称你名 所以他有很多规矩 如果有德行 有声望 连字也不称 称号 他有别号 最尊敬的身份 连别号都不称 称你的故乡 清朝的李鸿章 他做的宰相 德行学问 为大家所敬仰 也不称他 连名字号都不称 称他什么 何飞 他是何飞 李何飞 这个称呼什么 这称呼非常贡献 整个何飞那个地方的人呢 都被他尊敬 那么出家人也不例外 你看我们 不称智凯大死 称什么 天台大死 天台山啊 我们不称窥机 我们称 慈恩大死 慈恩寺的大死 所以称他的寺庙 称他居住的这个地方 这是最尊敬的 这些现在都很少人知道了 现在人 彼此称呼是联名戴心 那你现在要是 用古人 现在也不懂了 所以也就随俗了 不过称人名 最好不要戴心 尊重人的时候呢 称一个字 他名字 他名字两个字 称一个字 他比我大 某凶 称凶 比我小的 某地 称个地 这是很尊敬 所以自称的时候 一定称名 在过去 一生称名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父母 父母一生都称一名 第二个是老师 所以老师的身份 跟父母是平等的 老师对学生称名 从前的礼俗 也应当要知道 可是在我们正式日常生活当中 也懂得随俗 不要斤斤去计较这些 我们自己要这样做 别人怎么做法的时候 不要放在心上 这样就好 那么称大肆 实在这个是错误的 倒肆也不可以称 为什么呢 在佛门里面 大肆倒肆 只有对佛的尊敬 这个要懂得 有些地方的时候 他不太清楚的时候 也必须要纠正 可是大肆里面 也有一种特殊 净土宗的祖师 称大肆 但是不是他活着在 在世的时候 你看英光大肆 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都称他英光发肆 没有称大肆 他往生之后 佛教界里面 攻推他 为尽宗第十三代祖 这称他大肆 这称他大肆 他自己不知道 这个我们要知道 导师跟大肆 都是对佛的尊敬 他能够真正教人 成佛作主 有这种德行学问 菩萨不堪称 佛门里面 最尊敬的称呼 是称和尚 这现在人 世俗就不知道 认为称和尚 是小看了人 和尚是印度化 一个苏妙 只有一个和尚 这学佛的同学 都应该知道 方丈助持 他称和尚 别的人不能称 别的人称舍利 那在我们中国 其一般的时候 他出家了 我们称他师父 称他法司 不可以称和尚 和尚翻成中国意思 就是学校的校长 这个寺院里面的方丈助持 所以他只有一个 通常称呼呢 称善知识 但是对人很尊敬的称呼 称善知识 称仁者 这都很尊敬的 对菩萨都可以称仁者 称善知识 人是仁慈的人 是这个意思 慈悲仁慈的人 这菩萨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样子 calculated 感谢观看